香港四美其三称富豪 张敏五十多岁仍在打工 不靠男人事不知真的下场惨烈 关智林王祖贤李嘉欣和张敏四个人算得上时 惊艳了一个时代的美女 甚至有不少人将她们称为香港四美 和几个人最后的下场却完全不同 李嘉欣是几个人里出身最惨的 但是他却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干掉了赌王的女儿何超雄 哪怕是当了小三 也要嫁给传王的孙子许建亨 随后又飞快地生下了儿子 稳定了自己的地位 现在他的豪宅价值上映 随便出门花销网头千万 可以说得上是过得非常的奢靡 而关智林从小家庭生活优异 父母都是圈内知名的明星 先是因为不想努力 嫁给了自己的第一个富豪丈夫 随后又因为不忍受丈夫的花心 回到了娱乐圈中 在这之后 他曾经插足过不少的富豪的婚姻 甚至将富商马清伟的太太陈美琪琪的流产 再也不能够生育 还和富商榴兰雄搞出了知名的高尔夫球事件 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能够毁掉他在圈内的地位 据说他现在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0亿 虽然一生没有结婚 但是也不愁吃喝 而王祖贤和张敏两个人就有一些相似了 两个人都是巅峰时期选择的退娱乐圈 但王祖贤却因为给富商当了小三 被对方的母亲指着鼻子骂鸡 据说那位富商给王祖贤花了上千万 但最后对方的母亲却明确表示 就当我儿子花了几千万找了知悉 王祖贤因为这句话被伤透了心 随后就退出了娱乐圈 但是他在高地的产业也不少 光是一条街就足以保证他一生 吃喝无忧了 反而是同样退出娱乐圈的张敏 以51岁的高龄返回了娱乐圈 不但要直播卖货 而且效果还并不是很好 身旁陪视的小几十岁的男朋友 也只是为了蹭他的热度而已 这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 他之前和这个好朋友共同投资 可是呢却败光了身家 被好友空光以后 娱乐圈再也没有了他的容身之所 很多观众都认为 娱乐圈美人还是得靠男人才行 如果不加富豪 大多都是下场惨淡 也有网友认为 娱乐圈有不少明星 都是凭借着自己的本事 活出了一番天地 主要还是过去的女人 她没有能力了 大家认为娱乐圈女性 是不是都是要靠男人才能梳头呢 我想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